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NetChan频道的时交 这集节目是NetChan马胆 每个赛马日我选择两个场次 每一场场次就选择一只马胆 和几只背脚给大家参考一下 开季以来 赛马胆成绩都不错 但经历了五年性马胆之后 第六只有营人潘顿就不知道有意无意 搓下搓下搓下搓到马没了 上次简单来说两只出马胆共享富裕 赢马 拖Q都拖到精算特殊 不过在拍片时没有选择到神驱马 另一大临床都选择了 而这个有营人就落地移会 相当相感 但今天到此为 直至上次六只马胆全部买十元WINPAY 你的利润是会有五十元的 如果六只都买十元WINPAY 冷脚上次有点可惜 耀宝临床出门都比较慢 都有飞 落到八点一大 表现比较差 但爱尔隆也有点可惜 三四五名很近的 不知是什么区域 老班精神和爱尔隆三只差不多同到 紧紧他就拍第五 如果跑到第三位会开心点 这里有位置的收入 但这里没有 希望今次赛事 NATCHER冷却都会有所精彩的表现 事不宜遲 我们先讲一讲明天的场次 先介绍一下心水 第一场次我选第一场 第一场的马胆 我选二号的饮杯 几样东西我们要研究一下 第一样东西就是潘顿 今季是神如破竹 大家都是黄总都敢说 会不会是想办办办的 过了伟达的纪录之后 就像伟达那样十二月一月就去学诗 明年开初五 不肯定 但至少我们不需要猜那么多 现在被你看到就是潘顿 每次都是博取一只有型人 不知道是不是博之外 是的 他都去得挺俊拿的 起码明天他其实不是骑很多马 不是骑很多马 就是无为差体 我们精兵制的潘顿 不是乱骑的 你喝杯都肯骑 证明都有机会 戴维希斯也是季初急先锋 上季 我一向都说这场是高水准赛事 孤草千亿投第三 输给一只新领盟精益大师 这场高水准赛事 当日稍来跟前直路贴难 直路贴难 一般 饮杯都是里面涌了一段 才拉出来 所以小蝶在直路的段 他也是后想 所以都是小蝶 但是他赚了快步速 所以一赚 两小蝶之下 你当他没什么赚 但是这场赛事水准是高的 然后退出完 跑了差一段 1400 表现得一般 休息完之后 復速 戴眼罩 四集 四集 四集是杨明伦斯的 他都表现可以 不是特别 不要说特别差 可以 这次要配搬 搬着一档 找他做华丹 配脚 我这场贪心一点 因为我想拼得一只冷一点 正常配脚 选择是三号 日池千里 上季尾 上季尾 那场赚形勢 赚得轻松 但是赚形勢 加分比较多 8分 四集 我觉得是 有点想头 最后那场赚是后想的 这只马 其实不一定要放头 上季尾 那几场赛事 他要放头 因为他自己排档形勢好 他不趁季尾 当位好 就放出来 没什么所谓 但是这只马 不一定要放头 关乎他 他刚刚最后的货集 我觉得他可能会尝试跟着马炮后上 第二只配脚 是四号 荷花之星 那只是冷脚 我这只马 还没觉得他很棒 就算密度朗 赢了一场泥地 我都觉得是不棒的一场 但是减分减了很多 减分减多了 回来 刚刚刚试集 我觉得都挺好 虽然是泥地集 但是我觉得观感不错 他操练也是很积极的 应该都没什么停过操 运动量保持到 试集不错 那选回去做冷脚 第三只配脚 选回5号的精彩进着 上季初出了场 也是季尾初出了场 当日直路 他会贴着蓝好一点 他就是最离开蓝最远的那只马 所以他跑得算不错 今次暑假过后 货杂就不是特别漂亮 但是 官乎他上季尾那场 我觉得他是亏了 场地形势之下 他也跑得好 要试一试 第四只配脚 都是选回7号5号精 这就没什么特别 马防排第一位 优先次序 陆档就没有上季尾尔 尾尔的仗这么好形勢 但怎么也要拖回 上了场马马胆二号 喝杯 配角选择 三个日迟千里 四号何花之星 五号精彩进账 和七号五福星 未讲第二个场子之前 讲一下我的收费会员计划 有臨场的Whatsapp 收费会员计划 以及赛前的Patreon计划 Whatsapp 一定要被临场有空 你才支持Whatsapp 有什么呢 就是今晚 会有大约 今晚 应该大约有四至五场 首尊次序附选 明天可能到 下午四五点 便有全日首尊次序附选 明天每场赛事开赛之前的七分钟左右 最后的首选次选赴选 长地形式 骑人动态 孖宝 飞数 以及我们投注建议 上次的投注建议都要一场救全家 这场冷脚要保 当然有拖 我在说这场冷脚的绿色录音 这场我最喜欢的魔术梦仔 上季尾那场都应该要赢 不过临场武飞就暖暖暖暖暖暖地输了 魔术梦仔是谷草的那场 今季季初事宅都来赢 当然是选他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环宇风采 临场孖宝飞厉重 厉重 我立刻思想到黎超声想杀半仗 证明黎超声心目中魔术控制都很高 如果被毛毅杰爆樽我仍有面 所以他都要博实 所以我们就拿魔术控制和环宇风采做Q役 魔术控制就带着环宇风采 环宇风采就小一点 这场就中了 遗憾是环宇风采跑不到第二 跑到第二就中得更厉害 这场基本上是令到 每周一天是赢钱的临场分析的朋友们 临场分析之外还有升线码报通知 平时有看我的影片 看我的真剔区都知道的 不详细多分了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 WhatsApp的临场分析 或者WhatsApp的临场分析 加上升级的升线码报通知 欢迎大家WhatsApp YouTube或Facebook或联络我 去拿一些有关WhatsApp临场分析 或者升线码报通知的资讯 还有Patreon的赛前分析 Patreon的赛前分析 就是适合一些 星期三晚可能上班 星期六日可能家庭日 未必可以坐定听我的分析 和看我的投注的朋友 有超厉害会员、纯支持、足球股票 股票体免责声明、如有兰的独家分享 极力会员纯支持、足球股票 股票体免责声明、如有兰的独家分享 还有所有场次、所有买拍的分析 我都要放上极力会员欄 大家平时有看我的直播计码朋友 都知道这些分析是非常具有参考下值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第二个场次来的第三场 第三场是马亚胆 我选三号瑶宝区 这一场马亚胆都要拼搏 我希望负负得正 田他还未开车、黎朝青还未开车 但档位好 上季尾那场表现不太坏 上来输给一只旅游高球 我觉得这场水准也不太差 这场试集都可以 档位也是抽得好 上季季初、前季季初 初出都不太差 不需要特别热身 所有有利条件都在 赢不赢得到 看看田太阳、黎朝青 希望他们真的负负得正 可以表现得好 今天找他们做马亚胆 配个选择在场上 选三个 第一个是选二号 电子宇宙 斯扎很快 出闸很爽 我想状态好 不是买王志宏 大家记住 你买一只马 我们拖去 不是买王志宏 我们是买 毛韦杰 转仓初出 毛韦杰 第一只 第二只配脚 上季美赢的水准极高 季美赛职又要轻名打打折扣 加分都加9分比较多 季初看看如何 第三只配脚 选9号的智胜功量 上季美赢的那一场 也能贴得到 我觉得三年之赢的那一场 现在这场 升班 档位不是特别好 是受考验的 但是他试习也挺好的 但我认为习是一些 变化场地的泥地集围 所以可能这只马 中尼也未定 但是试习真的走势也不错 所以拖起来 所以这场马马蛋 三个腰部区 配个选择 二号电子宇宙 六号行文星球 和九号智胜功量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和我的分析 再来给个赞 和赞我 和分享一段影片 给朋友看看 去宣传的频道 如果大家对我以上分析 都没见 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大家想简单支持我 也要连YouTube影片 下方留言 留他借借的粉丝 我都相当高兴 大家多留点点 回复多点 YouTube就要知道 我这个非常之好真理频道 他就要分拍了影片 给更多YouTube门迷迷看 更多YouTube门迷看 令我view数上升 除了令我非常迷惑 广告收入 再增加了一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到最后 希望大家来到YouTube门迷看 探计码 主要做直播节目 例如海洋迷看直播 即选中国投资分析 直播计码 或者美全直击 探访你讲等等 还有 你现在看的 Nechang频道 按按Subscribe 或者订阅 免费订阅 还有这样的链钟 按全部 订阅我的新片 你也有个通知 或者订阅 第一时间就知道 多谢你支持 下集再见 拜拜 好 好 是 不